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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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流言 那不就不攻而破了吗 高 实在是高啊 多谢绝爷指点 卑职 这就动身 董事 回去以后帮我给皇上捎句话 就跟他说台湾这边的情况 由我小贵子 给他打打钱赞烫烫水 让他老人家尽管放心 多谢伟绝也 施郎告辞 嗯 到点了 该睡啊 跪 恭喜皇上 圣武功万安 都起来吧 谢皇上 施郎的折子大家都看了 这事该怎么办 这事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都来说说吧 都不说话了 啊 佐徒啊 你把头捶得这么低 脖子不疼吗 你说说 奴才以为 以为 这样不好 怎么个不好 从先帝也起 郑成功就是咱大清之敌 这断断续续地 打了一二十年 伤咱大清将士无数 实属罪大恶极 韦小宝 他不知郑成功是何人 恐怕是 遭人算计 奴才以为 派人训斥一顿即可 对对对对 所大人 所言极是 为小宝啊 一时糊涂 误上贼船 并非有心即败 皇上派人训斥就是 都这个时候了 你们两个还在为他说好话呀 皇上息怒 他平时没少给你们两个好处吧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 臣以为 应先夺了韦小宝的爵位 以示警戒 臣复议 臣复议 你们两个 起来吧 谢皇上 明珠 臣在 你怎么看 皇上圣灵 自有圣断 问奴才的意见 那不过是锦上添花吧 但不要听你的这些虚的 是 皇上 派韦小宝下扬州修建史可法词 并且 免了当地的三年前两 偉大人 天资聪额 早就明白了皇上的良苦用心 那就是 天下大事 莫过于民心 既然 这史可法词可见 那为何 这正成公子不可败呀 况且 台湾出定民心不稳 伟大人此举 恰恰安抚了台湾的军民 这都是皇上教导有风 早就料到了今天的情况 皇上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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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自古以来啊 民心最难得 朕 要收的正是民心 这韦小宝 此举看似是大逆的 但恰恰是朕心中最想办的事 这韦小宝 远在万里之外 尚且知道朕的心意啊 实属难夺 陈朕的旨意 撤销台民内签 臣 替台湾军民 叩谢皇上 皇上 千人远得 百姓知福 林将军 有何吩咐 韦大人命令 释放牢里所有的囚犯 是 把牢门都打开 把所有人都放出来 你们啊 你们啊 好好看看这把万民伞啊 你们给朕 好好看看这把万民伞 看看韦小宝 是如何治理台湾的 撤 展哥 终于回来了 下了船 快马嘉宾 一路不停明天晚上就到家 释лю 找人放来 北京 � Mitchell 不能找个平点 行行行 他们在这儿 帅得不帅啊 王神道 您下了船 直接去南书房觐见 遵旨 姐姐 姐姐 我还想你们 我还想你们 姐姐 我还想你们 我也想你们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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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汉吧 流血流汗不流泪 姐姐 我拿着 来 走 姐姐 我们上路了 我们上路了 上路了 等会儿 我好多就回来了 咱们要不先喝两杯茶 聊聊天叙叙叙就 尝尝本地特色再上路 不啦 爵爷 皇上挺着急的 恨不得马上见到你 这才让我们俩换马不换人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码头上 是啊 一个臣子能为皇上 宠溺到这般程度 这上下五千人 那找不出第二个人不是 荣幸之计 荣幸之计 这样吧 你们俩先回 来 周 姐姐姐姐 姐姐 您不跟我们上路了 你看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回来了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见过皇上了 我在想 我怎么也要体面一点 好歹先回家 洗洗干净 换一套体面干净的衣服 再和你们上路去见皇上啊 军人 您这是要上哪儿呀 是不是咱们说好了吗 咱们就一块儿上路去回去找皇上去 您敬见皇上怎么不穿官服啊 是随意了点啊 随意了点 随意了点 别别别别 你去去去去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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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您俩说的也有道理 我这身衣服确实有点 太烛光毛气了 不合适 裤子 裤子 这 全拓吗 全 全拓吗 全 全拓吗 拓 拓 全拓 万姑姑 您看这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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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啊 我们把他拦在二道门外面了 为什么呀 他看着像一个企业 不会吧 所以请公公出去认一下呀 好 好 快 快 在哪儿 伟大人 给伟大人请安了 您可算回来了 我们可想死您了 吵了一大跳 你说你 你们也真是的 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势力 药牌都给你们了 都不让劲 我在这儿睡好几觉了 热死我了 虽然挺香的睡的 那个伟大人息怒 中枢禁地 兄弟们也是没法子 那伟大人 你为何这副扮相 您为何这副扮相 八千里路云 算了 运输也没有 你也不懂 你也不懂 抓杠着你吧 能活回来就不错了 那您快请 来 咱进去啊 走 走 太难了 走 走 走 那美大人 您怎么没穿官服啊 不必了 官服啊 早被那台风啊 也撕成麻袋片了 太难了 太难了 太不容易了 对了 皇上最近如何呀 皇上呀 是时常思念您哪 这想到不行时 就就 就拿奴才们出气 连累了 岂感岂感 这是奴才们的福分 衣服都跳丝了 是啊 请看看 伟大人 你回来了 我都吓死你了 不哭 感动了 不哭 不哭 可算回了 公公有泪不轻弹 这怎么 那是大姑娘少教 头一回呀这 这怎么了 这门怎么还给关上了 皇上他累的 高睡 那我去敲打敲气 好嘞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嗯 做噩梦啦 停 滚出去 是 停 转过来 你像一个人吗 我就是一个人 你像小贵子吗 我就是小贵子 过来 走开 小贵子没这么臭 皇上 您有所不知 这么多年 奴才我从 从通知岛到台湾岛 又从台湾岛折腾回京城 这一路啊 可谓是八千里路 云 海风 海浪 各种灰尘特色 身上有点腥臭味 请皇上独胆带 过来 停 好 疼吗 可疼可疼了 那就不是做梦了 不是 皇上 你真的是小贵子吗 是 小玄子 你回来了 跟这儿呢 小鬼子 皇上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呀 你回来了 你知道回来呀你 好好好 好了 哥哥哥 你还知道回来呀 你知道我找你找了多久吗 跪下 皇上饶命 小鬼子 天天都想着回来见您 你都在每天做梦 都想回来侍候您 您 您 您息怒我 您息怒我 起来 没事吧 感觉有点 有点脱环 没事 回来了 长个了 是 老吃海鲜 窜个 有孩子了吗 我才不忠用 就俩小子一闺女 就俩小子一闺女 后来 就没什么动静了 两个小子一个闺女 惭愧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孩子 还有剑林 一起来进库见我呀 孩子这两天有点头痛脑弱 我怕给您传染上 物国物民 我怕 话还是这么多 更会说的 惭愧 真的 我 我真的没有想过 见您 见您会有抱孩子的这一天 在我心里面 她还是一个爱闹的妹妹呢 她还是个孩子 现在孩子 都有她的孩子了 便宜你这小贵子了 惭愧 不是 都是托皇上的红 不是 都是 我才是 跟我来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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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都是 走 鸟儿了 我也不想上它 你这小贵子了 但是 你说的 不要以为你 上ARK帐的 皇上 我都拧了快半个时辰了 您还没看妮娜 出来吧 谢谢皇上 这上面 都是你在台湾干的事啊 牛奶舰做得不对 皇上 要是没有这把伞 你脑袋还在吗 不在了 坚决不在了 万民感德 你应该去感恩万民啊 华人 其实要我看 那帮台湾民众啊 才应该感恩您的 感恩我什么 是啊 他们现在在台湾 都过得挺快活的 可舒坦了 乐呵着呢 他们一听到说 皇上年老人家 让他们继续在台湾住下去 每一个人啊 心里都美滋滋的 都说皇上年老人家是 皇恩浩荡 不折不扣的鸟生鱼汤 所以啊 他们应该感恩您才是 这施政以不扰民为先 老百姓在台湾安居乐业 若强行把他们牵入中原 实在是大大的扰民 朝廷众臣不识 台湾实情 妄加议论国事 险些无罗我同意大言 幸好有你根师了 立家劝谏 这事儿 功劳不小 若是这些功劳能够抵消奴才之前 多次抗止了罪过 那就真的是鸟生鱼汤 谎得好荡了 要想留住自己的脑袋 这得看你日后忠不忠心 忠 忠 绝对忠 皇上 奴才一直是 忠字当头 忠心耿耿 赤胆忠心 尽忠报国 这说的可都是我呀 长本事了 这带忠字的成语记得不少啊 还有吗 还有 忠君爱国 忠臣不怕死 怕死不忠臣 忠厚老实 不胡闹 停 你要是忠厚老实不胡闹 这天下就没有一个偷奸耍拔的人 皇上 其实您老人家有所不知 奴才我 只对您一个人讲忠心 其他人真得看清话 我对您讲究忠心 可是对朋友 也得讲究意气 在忠义不能两全的时候 奴才就只能做一只速途乌龟 躲在那通事岛 捕鱼捉鱼搞特色了 你放心吧 我把话跟你说前头 我没有让你去打天敌会 小魏子 你对朋友讲义气 这是美德 朕不怪你 连古人都讲究忠书之党 这忠不单止弑君 对任何人都要尽心竭力 你宁死不富有 不会为了荣华富贵 而背叛朋友 这已实属不义 你既不富有 也就不会富王 很有古人之风 你记住 我这次赦免你 不全是因为你之前的功劳 也不全是因为我们俩 打小就十分投缘 而是因为你重视义气 这是好事 谢华尔龙恩 皇上简直就是圣主将士 鸟生鱼汤 皇上今日对奴才的这些伟大的评价 奴才一定铭记在心 记一辈子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你自己去取 那哪儿去取你 出了宫就看你了 谢皇上隆恩 怎么办 皇上这么快就又嫌弃我了 你这身衣服 又酸又臭 寻我半天了 快过 在面 我还走 只是怎么anders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妈 姜贵了 杜大哥 杜大哥 是你吗 你还活着呀 你 你不会是 来找我死我命的吧 我一直在等你 杜大哥 你 你不是上路了吗 我半路又回来了 兄弟 你难道忘了吗 那天在你屋子里咱们俩喝酒 我招到了暗算 那一刀扎得真准啊 太医说 幸亏我的心长歪了 那一刀只扎到了肾 没有伤到了心 肾 心 你 多大哥大胆不死 必有后福啊 我冒昧问一句啊 多大哥 不是当日的刺客 找着了没有 刺客 皇上说魏大人奋命相救 隔壁了刺客 多大哥 您瞧我这记性 也是岁数大了 喝点酒就多 喝点酒就多 我都忘了 那天晚上 是我把那刺客给杀了的 想起来 这中间的详情经过 皇上不准再提 这事就算过去了 总而言之 哥哥欠你一条人命啊 哥哥 咱 咱不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 过去好啊 过去好 我说刚才皇上 怎么那么高兴呢 说非要送我一份大礼 原来这份大礼 说的就是多大跟您哪 皇上说的不是我 跟我来 哎呀 哎呀 我以为你 兄弟啊 什么意思啊 想死哥哥了 是 是 你知道吗 你去的这几年 哥哥无时无刻 不在想念你了 是吗 是吗 别别 在场的各位同僚 也都十分思练 是伟大人哪 是伟大 伟大人 请安 尤其是哥哥最想念 我明白了 明白了啊 皇上说给我那大礼包 就是诸位啊 那你想多 跟我走 走吧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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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私非想念你啊 兄弟啊 皇上对你的恩泽 可真是天高地厚 你的伯爵府 失火焚毁之后 皇上得知无比体恤 就派做哥哥的 为你另起了一座福利 赶紧还是让伟兄弟 瞧瞧这宅子吧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不是 怎么 我怎么今天感觉 你老一瘸一瘸一管 你这怎么 伸一脚钱一脚的 哥哥呀 就是为了给弟弟 挂这块饼给摔了 哎哎哎 曹大人 这份功劳 可不能记在伟兄弟身上 你这明明是优惠戏子 翻墙头摔的嘛 这能哑视 不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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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老爷 老爷 要要要 公平老爷 恢复 公平老爷 恢复 都是老人啊 都是我的老人啊 都没烧死啊 都跑了 各位大人 请 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往事一幕一幕 似乎又重现在了我的眼前 这是二宝吗 二宝 二宝 看见大宝回来了 开心 是不是 这是 什么姿势这是 伟兄弟 咱先别急着给猴贵 你先起来 这宅子怎么样 是否合你的意义啊 这宅子吧 刚才这么一开门 我就觉得熟 我感觉我来过 我感觉我来过 但事实上 你没来过 但是你还是觉得熟 那你再仔细看看 是什么让你觉得 熟悉 亲切 以及有趣呢 灯笼 灯笼 对了 为了让伟兄弟的入住 毫无违和之感 它是担惊竭律 煞费苦心 绞尽脑汁 特意为你专门订做了这些 一百零八盏大小不一的 粉红色灯笼 这不应该的吗 你再转过身看看 尿 这是 这 这怎么还挂条船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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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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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在船上 底下是辣 辣 不是 所大哥 为什么呀 怎么还跟我弄条船 在这儿摇来摇去的呀 在下派人去您的家乡 打听到令塔 为了让伟兄弟 双眸清澈明亮 将来明辨是非 极目千里 刻意 每天晨起之后 亲子坐船到集市 采买新鲜莲子吞食 望子成龙 心意照照 对对对 对对对 嗯 确有此事 我记得很清楚 后来嘛 也不如哪天 我忘了 我娘 又坐着船 去买莲子的时候 不吃一下子 就把我给升船上了 停停停停 我明白了 那这几位哥哥 是想让我 感恩我娘 正是此一 从我一级门开始 你们就给了我态度的没想到 和想不到 几位哥哥 对我真的是太贴心了 请售小弟一半 一半 你 你一半 小弟兄弟 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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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厅已经备好韭菜 你我兄弟举杯同饮 一醉 放休 好 那咱们就走啊 走 走 走 来 老婆 来 一 二 大 李兄弟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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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真帅 谢谢左大人 老乡 你一事 真可爽 这小子 来到北京以后 过得如何 托他老祖子的福 皇上封了他一个一党工 绝对比兄弟您都高 那他也是个无赖 怎么了 伟兄弟 他 他得罪你了 他欠我钱 谁敢欠兄弟的钱啊 哥哥们替你讨钱 对 对对对 我们御情侍卫 替你吵个人去 都知道欠弟弟多少钱啊 前前后后马马虎虎 欠了我有 三四百万两吧 多少 多少 不会吧 兄弟 你不认字实数 怕是你记错了吧 您放心 您兄弟我 这辈子 什么事都有可能记错 唯独这钱 绝对错不了 当年 兄弟和所大人 奉旨去查抄 敖败家的时候 所获赃银 也不过区区 一百三十五万两 对 好 你们等一下 哥 您这是 瞧好了 好善面 是 是 谁画的 漂亮 滚饭了 瞧见没有 看见了吗 你帮我念念 欠银三百八十万两 我认识 郑克爽 雪书 他的血 太多了 是啊 是 喂 兄弟 这事啊 不能牵扯到咱们 你想啊 要是万一让御史们知道了 参上一轮 书子 结交外翻 放债图利 这不大不小是个罪名吗 没错 这事 千万不能张扬 是 二位哥哥呀 算是说到了点上 所以 小弟我 有个主意 想请几位哥哥 帮我一起琢磨琢磨 你看 这小子 欠我足足三百八十万两银子 小弟我以为 咱们把它分写结局 这债主的名 全都写成 咱们手底下的 侍卫兄弟们的名 你管他一张结局是一千两 还是两千两呢 凭他们自己乐意 想写多少写多少 最后谁有本事 把这债讨回来了 这钱就归谁 不不不不 不行 咱们个个都是你以前的老部下 帮老上司讨债这个小事 咱不能要赏赐呢 是是 多大哥 你这么说 我就又很惭愧了 其实 正是因为 他们都是我的老部下 老朋友 老兄弟 我才这么干呢 即位想想 这几年 我伟小宝 那是快马驾鞭的 蹭蹭蹭的 一个劲的升官啊 可是手下这些兄弟们 也都 没讨到什么好处 我很惭愧 也很难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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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落 停靠你怀中 漫漫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也是英雄 刀光剑影 拼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惧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繁华悲苦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情最终 古道斜阳 风影相聪 生在万花丛 长在香烟中 满眼尽是刹色掩护 一朝如江湖 富与又欢风 不便是你风轻万重 双眼秋波松 你弄我也弄 有请你 把你保佑 踏遍天涯路 停靠你怀中 漫漫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是英雄 都说你是英雄 刀光剑影 拼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惧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谁说你是英雄 繁华背后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情最终 古道斜阳 风影相聪 天荒地老 天山 天山 家人 天山